将军 出了天山向东走就是阳关 闯过阳关 我们就能回去了 将军 这草叫什么名字 小的不知 这种草在我们中原是没有的 明明生如飞鹏 算似羊花 却还偏偏要把根 扎得这么深 你说可不可想 我天山 白人沾藏穹端 记载浮沉枯荣 过阳关 已将功成万古寒 那一年 首马唐月还 谁将天地 复制一举 遥海盘缓而去 遇着风 重云 已成万里 谁只手笔 描摹悲喜 描不出千年言语 或站在长安楼里 缺色一滴滑溃 若不曾相遇 便再记不及 当年小雪落洞里 当时你轻笑的眼底 念念碎碎月明中 碎碎碎碎年年人不同 世事阴却不曾有人懂 你叫什么名字 福里 福游的福 离人的离 阴阳相寻 野州平分 为乱一丝一寸 神望成长三军 骄傲过人 为谁饮酒一杯而尽 谁说流音本无心 笑中荒凉酒未闻 问一句可曾当真 才不透混沌 才不闻浮沉 千帆过境不留痕 穷穷穷 但苍山不雪深 梦中一如流云 似乎离生不止根 梦醒却见毛蝶白发人 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将军可知 西国有一种草 生而离根 身次浮游 他的江山 就是为了离开 和永无止境的漂泊 那草酷 那草酷的佛璃 佛璃 原来 你从来没有爱过 爱不透混沌 再不闻浮沉 故事的另一半 我没给你讲 那就是佛璃 一旦离了根 秋夕为了死亡 不是他不想遇 而是不能留 紧紧固承住一头 那是更个责任 把福利的一生 不过是为了全世 成全二字 他只有草木如此 肯用一生解义 此